很典型那个白人小哥哥对吗 虽然那只眼睛看不见了 另一只眼睛用深随的目光盯着远方 给人一种非常真实的感觉 整体看上去非常的健壮 四千年前将近四千五百年前 这么真实的写实已经在埃及出现了 其实唯一让我们感到违和的一点是什么呢 是不是他的肩膀太宽脖子太短 有点像我这样的对吗 是因为什么呢 比例还不太合适 早期的写实还没有做到那种细致 但是看到这儿 你再回想一下希腊的雕塑 是不是找到了某种线索在里面 其实埃及人的写实 包括他的注视都影响到了希腊 希腊人是在这种情况下 对他进行了细致的描绘 把身体的比例做得更合适了 各种细节部位的描绘 包括肌肉 还有线条 加以细化 产生了希腊的写实 而希腊的写实影响了罗马 罗马又影响了欧洲 那欧洲现代艺术以什么为主 以写实为主 对吗 但中国艺术以什么为主 写一 那区别在哪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 一会我们到中国馆去讲 先记住这个形象 再记住待会我们看到希腊罗马的雕塑 那他还来做对比 因为博物馆看东西 我们一定要横向 纵向 联合 对比着看 才会有意义 好